那我稍微很快的 複習一下上次我們講到的部分 上次講到這個 副業分析或副業轉換 它其實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我今天 講說描述一個波形 我一般來說最直觀的就是 描述它的正乎隨時的變化 對不對 那正乎隨時的變化像這個樣子 是一個音差的一個樣子 那它很 隨時的變化很均勻 所以呢每個一秒鐘就下一次 一秒鐘上一次每個都下一次 對不對 然後也是這樣子 或一千次一千次就一KHz 所以就很均勻 那這樣的一個波呢 通常我們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示 就表示它是一個Sine波 對不對 而且一個Sine的OVT 我們就不需要 我們就不需要去描述 第一秒鐘是多少 第二秒鐘是它這不多少 第三秒鐘這不多少對不對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一點 這樣講的意思嗎 所以它是用這種方法來做一個轉換 用這種方法來做一個轉換 那所以呢 變成說 今天我要描述一個Sine波 描述一個音差 我就用一個Sine波 它的頻率呢 在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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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斜坡 斜坡 我要斜坡上 斜坡就是斜條的斜 某一個斜坡它的頻率是 它的頻率是低 或者是某個盒子 高度是那麼高 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這樣才可以意思嗎 好 那 如果遇到更複雜的情況 就是長遞 長遞它可能是有一堆 大大小小的賽波 把它離合在一起 那不同的賽波 每個賽波它有自己的頻率 那某一個特定的賽波 它的強度是這麼高 譬如說 第二個斜坡的 這個 強度是這麼高 第三個斜坡的強度是這麼高 你把這些 Sine的波形 包含強度 包含學生變化的 狀況 把它加起來 就會重現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因此呢 就不用 真的就不用說 我們今天要描述一個波形 第0.1秒是負一幅 第2秒是負三幅 第3秒是正幅 第7秒是 是一百幅這樣子 就不需要這樣子 一直描述很細的秒數 我只要用一個3個斜坡 那這個黑管也是 所以這是一個 複裂分析的基本概念 那它就是由 你要 1秒1秒的描述 從時域 時間的時 時域的概念 轉換到什麼 以頻率來描述這個波形的概念 就是所謂頻率的概念 所以時域 time domain 轉到frequency domain 頻率的這個概念 這樣來解釋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這個方法 這方法很聰明 在解決了很多這種 類比跟數位總括的一個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今天 同樣的方法 我們把它 不只是用在這個 所謂的 時域頻率的互換 我們也可以把它 用在所謂的 空間上的一個變換 你知道是中期性的東西 都可以做同樣的一個變換 好 那我們先假設 假設 假設今天有一個 一維的一個函數 一個叫n of x 一維的這樣的函數 那它的周期 沿著x方向 每 經過一個m 就會回到 雲南地模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 周期函數 那這樣一個周期函數呢 我們就可以 同樣用一個 複列係數 複列 複列的sine 跟cosine 這個函數呢 把它加起來 所以假設一個周期進 重複的函數呢 n of x 可以寫成n0 就是70點 對不對 加上 我們剛剛說嘛 可以用一堆的sine 就是cosine 那其實要多少sine 多少cosine 每一個sine的頻率 數據的強度是多少 每一個cosine的強度是多少 不知道 那我們就先進行一個控制嘛 對不對 sigma px cp cosine 2p ps 3a 加上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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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2p x3a 但是這裡頭呢 不要忘記我剛剛前面一開始的前提是什麼 它每個一個周期a 連累到每個周期a 就會跟雲南地模一樣 具有平易的什麼 對稱性 那這裡頭p呢 假設是正數的話 那cp跟sp呢 它也是一個 一個時數 一個時數 那這種稱之為什麼 它的這個 這個 複利液整塊的這個係數 好 db症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啦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我們要檢驗一下 剛剛說 它的周期是一個a 在雲南的周期是一個a 所以呢 我們 如果今天做一件事情 把nx變成nx加a 它實際上長得跟nx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頭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嘗試 我們把a加進去 那當你把a加進去之後呢 本來我的cpcos2px3a 這裡頭呢 就變成一個nx加a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來算一下 來算一下 好 所以剛剛的這個東西 我們說我們的nx 我們的nx 我們的nx tp p cos 然後呢 a分之2pi px 對不對 再去加上sp 然後呢 sin的 a分之2pi px x 那今天我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是變成nx加a 所以呢 它整個是變成n0 加上sigma 1大於0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cp cp 變成什麼呢 cos a分之2pi p 然後這裡呢 x加a 然後呢 再加上sp sin的什麼 a分之2pi p 這裡呢 s加a 好 那我們把它再做進一步的展開 其實這一下 跟這一下 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這樣子 n0 加上sigma p大於0 cp cos 來 括號出來 a分之2pi p x 再加上 我們把a 這個a 會跟這個a就消掉 對不對 這個a真的消掉 變成2pi p 就加一個2pi 然後呢 加上sp sin的 a分之2pi p x 一樣 加上2pi p 好 這個是2 很清楚 好 那你知道 cosine的2pi p p是什麼 p是整數嘛 對不對 這兩個都整數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整數 這個怎麼就可以完全消掉 對不對 因為它是整數 cosine就是3 所以就變成n0的 什麼 1大於0 cp sin a分之2pi p x s 加上sp sin s 2pi ps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原來一模一樣 是不是就剛好有2x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證明了它是一個怎麼樣 完全跟原來一模一樣的東西 原來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 剛剛的這個式子 剛剛這個式子 告訴你說 欸你的確做一個複月轉換之後 它還是具有一個什麼 周期的一個行為 對不對 在後面有一個經過的平移一個a 還是會跟 它的周期就是一個a 它通過它的周期就是一個a 那平移之後呢 會跟原來是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這個 在這裡頭我們就會把一個 a分之2pi a分之2pi 剛剛注意到 我們是每個一個a 就可以怎麼樣 跟原來的周期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a分之2pi 當作是什麼 就稱之為 所謂的 導致經格 所以我們稱之為導致經格 這個 導致經格 那 或者說 在附列空間中的一個經格 那什麼意思呢 導致經格跟 刺激 我們剛剛講的 原來的wave 叫做 就是 原來我稱之為經格 那這個recifical 稱之為導致 導致這個 導過來的 導致經格 導致經格 沒有畫書寫過 還會寫 還是用地寫一下 看懂是寫什麼嗎 編導的導 導致經格 好 那這樣的一個這個 導致經格呢 這個就是對導致經格 那在一圍空間中呢 這些經格 它會形成一條線 一條線 好 那麼這個 這個導致經格呢 簡單來講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假設今天在實經格中 來畫這樣 假設今天我們有個實經格 是長的這樣子 然後 那B 時間的距離呢 叫做一個A 那 什麼是導致經格呢 就是這個東西呢 我知道每個一個A 會重複對不對 那我們就假設有一個空間 像剛剛的長笛有沒有 或者音差 本來現在長笛跟音差不是這樣畫 沒有音差是這樣畫 對不對 它的周期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換成一個形式 這是什麼樣子 假設今天有個這個頻率F 然後這是我的強度I 那它的形式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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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34 所以呢 我們本來在我們前面講 這個 黑管 講黑管 假設是黑管 假設這個叫黑管 然後呢 所以呢 這一塊是什麼呢 這一塊在食慾 時間的食慾 那這一塊呢 頻率 頻率的領 頻率 所以實際上是什麼 這是一個空間 這是原來的空間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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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啊 下面是什麼 轉換 轉換通過的 轉換的時間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去做一個對應 做一個對應 剛剛我們可以把一個隨時間變化的東西 換成在頻率 所以同樣的 現在空間中呢 空間中 空間中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是原來的空間 對不對 原來的空間 原空間 好 那麼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 以一個a分之2πp 為單位 那麼它可能給你 就長成這個樣子 距離是不一樣的喔 這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 就是一個a分之2π 好 那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 導致空間 好 我們就稱之為導致空間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跟這個對應 就不通 這跟這個對應 一直是一樣的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因為第一次有做這種空間轉換 所以你可能一直會不動 然後你去瞭解 我們要稍微想一下喔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喔 這個recifal abys 導致空間 導致空間的定義就是 像剛這樣子 以一個a分之2πp為1 為一個 應該說一個a分之2π為1 那p是整數 看理是平的幾個 好吧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把一個幾個 n of x 用這樣的一方法去寫 這樣去寫 那些東西呢 看起來很複雜 看起來很複雜 有沒有辦法簡化一點呢 其實是有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n of x 寫什麼 np exponential i a分之2πpx 因為這是 cos sine 對不對 那在這裡頭呢 cp跟sp都次數 假設我們今天 定義都會叫np 那np 我連接到n of x 是n of x i a分之2πpx 如果把 把這個c 加進去 這樣的一個形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 上面就是 改寫成這樣一個形式 那寫成這樣一個形式 那寫成這樣一個形式呢 就看起來比較輕重 很簡單一點點 那等一下我會證明 你把它撐回去 最後會看到 跟軟一模一樣 跟軟一模一樣 那不要問 cp跟sp是什麼 是時數嘛 是時數 我剛剛今天這個 有另一人 算是時數 好 來到目前可能問題 沒有喔 ok 好 所以呢剛剛這些項呢 它最主要 目的要告訴你些什麼 告訴你說 怎麼進隔中呢 它在空間中 是具有所謂的周期性的 在空間中 是具有周期性的 那在這個 這個 中期性呢 這樣那個 中期性呢 就好像 就會形成一個 在所謂的導射空間中 也有另外一個金額 也有另外一個 周期性的這個金額成生 那 為什麼要 因為時空間 講得好好 為什麼要講一個 導射空間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今天 我們 後續要講 不管是做導射 不管是我們的品質 在你的結構中去移動 都會牽承到坡 有沒有辦法在你的金額裡頭 去移動 假設你在金額這邊移動 它不是一個很良好的一個 具有干涉性的助坡 或者是具有干涉性的坡 那麼你在金額中的移動呢 就會受到阻礙 就跟我們說 在一個 方極位子裡頭 對不對 方極位子裡頭 你可以學坡是什麼 就是助坡嗎 對不對 那其他怎麼坡會怎麼樣 它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會消散嗎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你今天 不管是後來來的光 或是暗色 它一定要怎麼樣 叫做坡長的層數 它才能感色嗎 同樣的 我電子去移動 電子複直坡 假設我今天移動的 怎麼坡長不對 那怎麼樣 它在這個周期性的金額裡頭 它就不喜歡被存在 因為它怎麼樣 它能量會很消耗 因為助坡可以保存能量 可是不是助坡呢 就消耗掉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要定義的 所謂的導致空間 那這個空間告訴你說 怎麼樣的一個坡洞 不管是外面的乾脆 或是裡頭的 電子能移動 晶體的 晶體的栽質能移動 它只要符合這樣的一個規則 它就可以活下來 不然的話呢 可能就消耗掉 所以我們才特別 用一個空間出現 好 OK 所以呢 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最後 先得出一個這個式子 就是我們NLX 一圍空間裡頭 NL方向分布 可以寫成NV 這個東西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 有一個 這個東西裡頭 我們這個P 在這個DN 更廣發一點 我的PK是正等 負等 跟0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也可以往前走 也可以往後走 對不對 我也可以在原來的位置 對不對 我應該能夠描述所有空間上的位置 但是就會 也這一個問題啊 NV是個負數 那萬一我往前走 是時數 時數你知道它一定有一個空間內 對不對 那如果這邊有一個 一個I的原子 那是不是一個I的原子啊 一個 一個負數的原子 是什麼東西 沒有人知道這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寫兩隻物理的時候 看出的波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不對 你在 不只在穿越一個屏障的時候 中間圓段 在障壁之類 對不對 它裡頭的 它裡頭的環圖輸數嘛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進入這個 這個東西啊 那 所以同樣的 我們如果今天去描述一個空間中的 一個 一個原子 這樣周期性的出現 不管我往前走 我往後走 它都是周期性的出現 那 表示說它一定 你必須要是一個實數才行 如果它不是個實數的話 你沒有辦法進入 聽聽說 它有I科原子 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的 所以呢 那我們就要檢查一個事情 我們剛剛說我們NP是CP CP加ISP 對不對 它是個負數 它是個負數 那我們就必須想辦法去證明說 今天我寫這個形式的時候 它也還是必須要是個實數 而不是個負數 如果它這個東西有負數出現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調數空間中原子的位置 好 所以呢 在這裡頭呢 就有一個 如果要滿足這個條件 我就不需要一個要求 要滿足這個條件 我的N 這個N star的負P等於NP 那在這裡頭呢 這個 上面這個 star N 代表是共二負數 共二負數 那如果是寫N的負P 是大N 就表示我的N 這個P字代負的時候 它再打一次大 就是N的負P 它的共二負數 那當然這個東西 會有這個東西啊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來做一個 這個簡單的 比如說 我們說今天 我的cos x 加上 i sin 這是一個什麼 最簡單的負數 對不對 最簡單的負數嘛 那 所以呢 假設這個叫做N star 那我N的負X是什麼呢 是不是cos的負X 加上 i sin的負X 對不對 那cos的負X 是cos 對不對 cos的負X 然後 isin的負X呢 負X 負的isin X 對不對 好 那 N的負X的 star呢 它的共二負數是什麼 欸 兩個 這個是真喔 它的star是什麼 負號變成什麼 負變成正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cos的x 加上 i sin的x 欸 是不是跟我的nx 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的np star N 負比star 他們都沒有n嘛 np嘛 對不對 這個也有很多問題啦 好 好 好 這個 這個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把剛剛呢 其實這個就是有點累次我剛剛的做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好 我們今天去描述一個周旗性的函數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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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旗性的函數 假設我們考慮一下 有p跟負p 什麼意思呢 你現在看喔 假設我這個 這個筋體是一個周旗性 我現在從零出發 我往走一個周旗 有一顆原子 對不對 那因為周旗性的關係 我往右走應該也會一模一樣的一個原子 對不對 所以表示我空間往前進 我空間往後退 應該都會得到一模一樣的一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件事情喔 我們剛剛的 剛剛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我們剛剛做我們ns 其實是sigma p 這個 這個 np exp.x a分之2 pi px 對不對 剛剛是這樣行嗎 那這時候呢 p是什麼 負p0 正p 對不對 可以往前可以往後嗎 是不是 好 那我今天就很簡單 我就把它展開 假設呢 我今天呢 我就是一個np exp.x a分之2pi px 跟一個 n-p exp.x exp.x p.x 好 假設就這樣子 那這個呢 可以把它展開成cos a分之2pi px 加上 i sin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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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變成 I 的 Np 減 N 負 P 傻傻 好,那前面這一個 前面這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說 Np 是什麼 CP加 ISP 對不對 是吧 CP加 ISP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CP加 ISP 這個是 C負 P 加上 I S負 P 是不是 那 負P 跟正P 負P底出去 負盤跟負荒就需要 意思是要什麼 CP嘛對不對 現在怎麼變了二CP嘛 是不是 那後面呢 2ISP嘛 對不對 上一段口號的相表 你知道吧 這是相減嘛 相減之下虛部嘛 相減之下死部嘛 就變2I 的 Np 傻傻 減之下2I 的 Np 傻傻 那 這裡頭呢 因為 I 成 I 變成 副號 所以這個副號是這樣子出來的 那這個跟這個變成 SP 就是什麼 虛部嘛 跟 B 的虛部分 I 知道這個副號嗎 這是 10 部嘛 這虛部嘛 對不對 相解合生 10 部 相解合生 10 部嘛 相解合生 10 部嘛 相解合生虛部嘛 還記得吧 那標題虛部成 I 開嘛 I 跟 I 相成就變成什麼 副號出現了 好 那如果變成這樣的話 這個式子是什麼 這式子也是個時數啊 表示怎麼樣 今天我的坡往前走 空間跟路往前走 空間跟路往後走 我們看到的東西 都是實在的東西 如果這虛數你剪完之後會怎麼樣 會剩下的虛數嘛 剪不掉嘛 對不對 你發現剪得掉的 而且都是 光是這樣子的都是時數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函數就還不確定了 表示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做複業轉換那個函數 還好你描述的都是一個時數 都是一個時數 然後呢也滿足這個條件 當然也要滿足這個條件 當然也要滿足這個條件 OK 好 這樣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時數的函數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證明 看到寫手NX 你這樣寫沒有問題 很安全 好 有問題 做這麼辛苦 後面會有代價的啦 這只是證明他有很魅性 很魅性 不用擔心 可以考試不讓你去拆的複業 很紫 我知道你們亮幕已經算到怕了對不對 你們亮幕做這個展開式有沒有 已經做到 你看到L就怕了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到L L加1 口三才又怕了 好 還好 我們不太證明告訴你 他這個東西是個完備的一個數學式 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 那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要吃一個時函數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再繼續講這個後面的部分 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好